首先,我们人类是恒温动物 人体会根据外界温度的不同来自身调节 使我们的体温一直恒定在36、7度 所以外界温度的不同并不会直接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 但是,我们吃进去的变温生物则不同 当然主要是指植物 这些生物体的温度会随着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生长在温度不同的区域 这些生物体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异呢? 它们个体之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之间的差异 所以,很有必要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生物的各种生理活动 本质上是由电信号驱动的分子移动和变化过程 说直白一点 就是正负粒子相互吸引这种电磁力导致的分子移动 比如,当我们吃饭后血糖上升时 葡萄糖浓度的变化会导致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 我们再细化一下这个过程 血液循环中葡萄糖水平的升高 会使β细胞直接吸收葡萄糖 产生更多的能量 也就是ATP 然后细胞膜上对ATP含量敏感的甲离子通道会关闭 钙离子通道打开 这种膜电位变化会引起细胞膜流动 从而导致胞土作用 分泌出胰岛素 也就是说 葡萄糖浓度变化导致β细胞产生了电信号变化 这些电信号的变化驱动膜的流动 从而完成了这个生理过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细胞膜的流动性 对生命体的新陈代谢至关重要 细胞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看一下它的构成 它的主体框架是由磷脂构成的 这个磷脂是由甘油三脂演变而来 也就是我们吃的油 一般 如果一个离子所带的正负电荷相同 不能被其他的带电离子吸引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离子是非极性的 反之则为极性的 组成我们细胞膜的磷脂 就是由一个极性的头部和一个非极性的尾部组成的 它的头部可以被带电离子吸引或者排斥 这就是为什么电信号的变化会引起磷的流动 那么除了电信号的变化 还有什么会影响磷的流动性呢 温度 我们知道物体温度的本质是组成它的分子运动的快慢 分子运动越快 彼此之间撞击的频次越高 物体温度就越高 所以在温度较高的地方 细胞内的分子运动更快 这导致细胞膜与带电离子之间的作用力越频繁 从而表现出更好的流动性 而生活在寒冷区域里的变温生物 为了在低温下更好的完成新陈代谢 必须保持它的细胞膜在低温中也具有流动性 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生物就不适应低温环境 也就逐渐被淘汰了 这是一个自然选择过程 要在低温中也使细胞膜有更好的流动性 这需要细胞膜在物理组成上有本质的区别 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各种油 偏北方生长的植物 比如葵花籽 玉米等 这些植物提炼出来的油在低温环境里是液体 能很好的流动 而生长在亚热带和热带区域的花生 橄榄 牛油果 椰子等这些植物提炼出来的油 在低温环境里是粘稠状或者固体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物理组成差异导致了这些区别呢 为了解释这一点 我们必须看一下甘油三脂的分子结构 根据这些分子结构的不同 可以直观地找出它们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 这张图最下面是一个甘油三脂分子 它是由一个甘油分子的三个氢氧集团 和三个脂肪酸分子结合后形成的甘油脂 我们饮食中最主要的油脂就是甘油三脂 摄入后 它们有的会转化为糖原 用作细胞能量供应 有的储存为脂肪组织 还有的会转化为磷脂 从而构成人体细胞膜 我们看一下这个脂肪酸分子 它的碳长链中 所有的碳原子都结合了氢原子 不能再吸收更多的氢 这种脂肪酸分子我们称为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的碳链都是直链的碳氢二集团 因为碳原子周围的氢分布均匀 所以碳原子受力均匀 这导致碳链成直线排列 这可以说是一种最简单的脂肪酸 因为碳原子全部饱和 整个碳链中只有单键 当碳链中有一个不饱和的碳碳双键时 这种脂肪酸我们称为单不饱和脂肪酸 由于碳链同一侧 这两个同时存在的氢原子相互排斥 所以这会导致碳链弯曲 同样 当碳链中有多个不饱和碳碳双键时 这种脂肪酸我们称为多不饱和脂肪酸 这些折点是省略了碳氢二集团的简化表达式 从脂肪酸分子结构我们可以看出来 由于碳链中碳原子的数量和不饱和键的数量 以及这些键的位置不同 自然界中有非常多种类的脂肪酸 而这些脂肪酸的不饱和程度越高 它们的弯曲程度就越复杂 这直接导致了它们构成的细胞膜的流动性差异 饱和脂肪酸的碳链呈直线排列 占据空间最小 所以原子排列的密度最大 这就是为什么在常温下 富含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基本上都是固体 像动物油 椰子油 黄油 这也导致弯曲这种富含饱和脂肪酸组成的膜 所需要的力最大 膜的流动性最差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越是生活在寒冷区域的变文生物 细胞膜的流动性就越强 因为它们更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 比如寒冷水域中的鱼 体内就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 Omig3 人类是恒温动物 在一个恒静的温度下 我们摄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率越高 这越有利于增强细胞膜的流动性 基础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越高 宏观上的表现就是更有活力和抵抗力 科学上也有大量的文献和实验来验证这一点 当我们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时 身体的各方面基本健康指标都有所改善 按照这个逻辑 越是生活在平均温度低的区域的人 他们吃的植物油中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就越高 应该更健康才对 那么面对奥米克戎 为什么北京人反而比广州人症状更严重一点呢 问题出在加热 脂肪酸中碳链的碳碳双剑 相比较于碳氢单剑更不稳定 双剑越多就越不稳定 当高温加热时 不饱和脂肪酸结构会发生变化 如果在碳链的同一侧 相互排斥的氢原子变为对立侧 这就形成了反式脂肪酸 由于氢原子分布变得对称 反式脂肪酸的碳链 也是呈直线分布 变得不容易折叠 而且反式脂肪酸的代谢 所需要的酶 与代谢一些人体 所必须补充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相同 会直接干扰这些必要的脂肪酸的代谢 反式脂肪酸已经被证明 可以造成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 当加热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超过200度时 反式脂肪酸含量就会增加 而我们炒菜的温度 很多时候会超过230度 反复加热这些不稳定的油 更会大幅度的生成反式脂肪 长期食用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很大 所以像葵花籽油 葡萄籽油 大豆油 玉米油 还有亚麻籽油 这些不稳定的油 只适合低温烹饪 或者直接食用 另外 空气中的氧气在加热时 夺电子的能力非常强 这导致不稳定的油 还有其中的一些杂质会失去电子 从而被氧化 变成自由基 这种自由基 容易剥夺DNA分子中的电子 从而破坏DNA分子结构的稳定性 导致变异 这是癌症和很多基础疾病的触发因素 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食用油的使用必须非常小心 不同脂肪酸种类组成的油 所适合的烹饪方式不同 而且尽量的短时间低温烹饪 确保食用油的成分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要高温炒制 最好是使用更稳定的饱和脂肪酸 和单不饱和脂肪酸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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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